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身紫衣 凤九抿了抿嘴 手指放在嘴边 想到上次在太成功 两人的举动 脸摸得红了起来 有些烫烫的 自言自已道 帝君 我们是不是以后都可以在一起了 说着 深吸了口气 抬脚走了进去 可是 他看到的和他所想的 有很大的区别 眼前的帝君一身渗到接近黑色的衣衫 手中执着那把全身通灰的剑 正在太成功的院子里挥舞 院子里散了一地的桃花 他看得愣神 这是帝君吗 想着 凤九脚下不自觉地向前靠近 呼得一阵间气刺过来 他惊诧地看着那把黑色的长剑 朝自己刺过来 砍砍停在离他喉咙还有半分的距离 肩膊停下来 凤九顺着长剑看向直剑人 帝君 东华帝君收起剑的同时 也收起他眼中他不曾见过的灵力 东华帝君 本帝君若收不住这剑 你就成了这剑下的亡魂了 这个时候 威风拂过 扬起凤九一身粉裙 他忽地想起那句 他便是你沉默的祭品 东华帝君四看出凤九眼中流露出的害怕 走过去 牵起他的手 害怕了 是他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 他都喜欢 凤九看着帝君 摇了摇头 东华帝君嘴角微扯 笑中带着几分轻飘 反手收起剑 另一只手勾起凤九的下巴 真的不怕 东东 心猛跳动起来 摇了摇唇 看着眼前的东华帝君 摇着头 很好 东华帝君嘴角一勾 一抹鞋似 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沉着冷吃 黑色的毛子从凤九的眼往下移 最后落在他阴红柔软的唇上 慢慢的覆下身 低头 就在他的唇快要吻上他时 凤九看着那张他日思夜响了 不止千百回的脸 心口咚咚的跳着 轻声嘻喃 帝君 眼看着他快要吻住他时 突然冲出一道声音 启禀帝君 凤九一个机灵 推开东华帝君 小跑到旁边 人未到 声仙道 天族将军走进来时 看到的就是东华帝君正有着一女子 看样子两人似乎准备你能我能一番 嗨嗨 天族将军感到无比的尴尬 可是若这个时候 他再退出去既不是更加尴尬 东华帝君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看了眼跑开的凤九 才上前 什么事 将军 已经点兵完毕 可是若不调回已经派出的兵士 我军战士只有十万 对比狼族大军 是否 东华帝君 有什么可担心的 有本帝君在 二十万有何所拒 下去吧 将军本来还想说什么的 可是他才刚刚打扰了帝君的好事 要是再留下去 那岂不是 算了 先退下吧 将军失礼 慢慢的后退出去 出了太成功 将军空着脑袋 帝君 竟会动成心 说好的王无貌 狼心似铁呢 将军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摇着头离开太成功 东华帝君见将军离开后 又走到凤九身后 将凤九搂在怀里 勾起他的下巴 想要继续 凤九眼珠转了转 生怕等惠儿再来人 轻轻推开帝君 修着脸 帝君 别这样 万一 东华帝君挑了挑眉 谁敢忘一本帝君 凤九低却头 这样不好 见着凤九脸色微红 牵起凤九的手 那我们去里面 啊 凤九惊诧 不敢相信这是东华帝君会说的话 可是东华帝君并没有给他多余的时间思考 拉着他的手就朝太成功殿内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响起号角 是大军已经整顿好 要出发了 东华帝君松开凤九的手 看了口气 神色不明的看了看外面的天 最后松开凤九的手 我要出发了 凤九 帝君 我和你一起去 东华帝君眼睛一亮 似乎早知晓他会这么说 本帝君也正有此意 两人还未离开太成功 迎面连颂 成日 四面 白浅 叶华 白真 这人一行人过来 东华帝君看着患上战俘的连颂 你也要去 连颂 有这等可以上战场的事 我约能放过 东华帝君再看向其他人 你们也要去 白浅深吸一口气 叶华刚醒来 还需要调养 此番帝君亲自带兵 又有三殿下和老凤凰 还有我四哥 四命星君在 我和叶华就不去了 东华帝君动了动眼 看了眼叶华 没说什么 点了点头率先走了出去 凤九正要跟上前十 对白浅拉着 此番 你前去 万事小心 不要冲在前头 凤九没想到白浅竟没有反对他前去 笑着点头 好 随后 凤九 白真 哲元 连宋 四命 成玉都随大军出发 大军落在清秋边外之处 到了之后 东华帝君排兵布阵 凤九在一旁看着 耳边就莫名想起他曾说过 你不曾见过我双手染血 不曾见过我杀红眼的模样 那是他那样说着 他也没觉着什么 此刻看着他排兵 就要去杀敌的样子 凤九心里生出难以言说的思绪 但 最后他告诉自己 只要是他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 他都喜欢 喜欢一个人 便是他无论什么样 他都喜欢 固然 他最近和前段时间有很大的差别 他还是喜欢 成玉在一边打去 好了 别看了 你看看 你眼珠都快看出来了 凤九收回目光 我哪有 成玉摇了摇头 给一个我明了的目光 最后说 连颂说过 远古洪荒时 东华帝君战无败计 兵行必胜 一场战争下来 满身是血 万一打起来 你看到的是一个满身是血 杀人如麻的东华帝君 你还喜欢他吗 凤九点头 我相信他 他若要杀人 那人必是该杀之人 无论他什么样子 我都会爱他 成玉看着这样的凤九 一下不知该说什么 想到此番他们会前来 先是因为连颂担心 东华帝君已入魔 万一进了沙场 会激起他的魔性 那便是糟了 东华帝君商讨好排兵的时候 众人也跟着离开主帅的大仗礼 凤九好不容易等着排队的事情谈完 想要去找东华帝君 却被成玉给拉出帐外 成玉 我有时要去找帝君 凤九抽回自己的胳膊 拿住一直拽着他向前奔的成玉 哎呀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青秋 你不带我 去走走 成玉只要想到帝君有可能已经被谋划 就有些担心 不想让凤九同他太近 大抵是成玉平时都爱疯疯闹闹的 所以凤九并未想的太多 等我进去看看帝君 有没有什么缺失 我弄好了 再带你去玩 好吗 凤九此刻有点儿是哄孩子似的 哄着成玉 成玉张着嘴巴 这要说什么 连颂和思念走过来 连颂道 凤九想去看帝君 你先让他同帝君说完话 再带你出去玩 不也一样吗 又不差这一定点儿的时间 凤九点头 对 成玉看向连颂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